- 虛的實況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虛的實況 我是虛古烈 今天比較晚一點,大海原與大海原 好,這個大海原我們又來玩啊 那這個... 這個大海原與大海原呢 上一集我們是在這個蝙蝠洞裡面 這個孤獨島裡面的蝙蝠洞裡面 遇到了交集 對,然後 我們... 遇到交集他什麼話也不肯說清楚 就直接跟我們打起來了 那我相信這其中一定是有什麼內幕啦 究竟為什麼交集這麼討厭我們要跟我們作對 好不好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臭奧的街好不好 好啦,那我現在來講重點喔 就是上一集結束之後 我錄完之後 我有私底下跑去練等 我一練就練到了 32等 就會看關 我們上一次玩 大概也就是15等、16等而已 我...我私底下 我上一集拍完我私底下一練 就是練到 31到32等 呵呵 為什麼我會練那麼多等 因為 我想說看一下那個學技能 到底可以學多少技能 結果 我發現他們好像就是每三等就會學一招 對 然後 一練不得了 到30等還在學 我不知道到33等會不會再學 太誇張了 到底有多少技能可以學啊 所以你們也可以看到上一集 我們打完交集之後 我們是直接回到孤獨島外面 但這一集開始 我們又回到 那個蝙蝠洞啦 是我自己跑過來的 好不好 所以 呃...我們學了非常多招喔 我們之前是學什麼啊 呃...海魔法嗎 毛攻擊 毛炸彈 等一下 我算一下喔 呃...30 27 24 21 18 15 所以這個放過 這應該放過了 毛攻擊 呃...對 然後其他我們就當做他們18等 都是18等的技能還沒放過嘛 所以我們就... 我們先來用一些 我們學到的招喔 他們都是學到了30等的技能喔 對 各位看官應該也很好奇啊 那我們就先來放個... 剛剛是什麼 毛炸彈是不是 30 我這個招看起來就很厲害 30 27 20 21 18 所以我們放毛炸彈 眉毛卡放 我等等一堆頭腦超軟 因為一定有人 招還沒放出來 就已經 全部打贏了 然後就沒有放到 嗯 2724 21 18 15 頭禮聖我記得他也放過 烤牛肉串的主咒 我怎麼感覺這招放過 有嗎 烤牛肉串的主咒 我覺得有耶 沒關係我們還是放一下喔 呃...這個 30 27 24 21 扔球我記得這個就沒有放過了 然後... 烤咖咪 30 27 24 21 18 吞噬 我怎麼感覺這招也放過 對阿 降防我... 喔 毛炸彈 我記得美毛卡那招好像放過了 喔 吞噬 喔 扔球 好好好有趣的樣子喔 所以四招都放過了嘛 那我們就繼續囉 首席信號 看起來好像很可愛的一招喔 海鷗也許吧 完全不明所以的技能喔 我不知道誰會放到 這感覺是放一招蝙蝠就死掉喔 強力衝撞 再來是 串刺攻擊 將對手做成串 來喔 海鷗也許 哈哈哈哈 好好笑的樣子 呃 強力衝撞 好 所以是 大海員跟福卡米沒有放到喔 好 我們就繼續喔 我們就示範一次技能給大家看 我們就繼續我們的進路喔 呃 大海員沒有放到喔 所以是... 首席信號 然後再來 美毛卡可以放下一個 是... 噪音 然後他剛剛是... 這個嘛 所以他下一個是這個 火箭跳躍 噢 是越來越像海洋公園裡面的海豚了 再來是... 福卡米 福卡米的話他剛剛... 沒有放到串刺公子 哈哈哈哈哈哈 我看了什麼啊 這邊變Marine Urcher喔 Uncher 章魚燒 就是...就是... 就是海...海...海上的... 那個...海軍的那個... 首席信號的意思啊 好 再來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變英文喔 魔法陀 而且那個Uncher 我不知道有沒有唸對喔 我的英文發音很差喔 我...我...我講過好幾遍喔 希望各位看官見諒一下 鳥群... 魚大群鳥有 過來 好喔 呃... 那個... 海豚魔法... 這個是... 海豚也會魔法喔 我以為只有魔女會魔法 章魚屋 觀禁章魚屋 看一下到底誰 密集恐懼症啊 我的天啊 等一下 剛剛...剛剛是誰放的招 剛剛是誰放的招 我剛剛那個沒看清楚喔 所以我再放一次 應該是... Dolfi嗎 可是Dolfi剛剛放了什麼 我還沒仔細看 欸 有人MV快沒了欸 我們可能要先跑過去回復屋那裡 呃... 這個...這個這個 剛剛放了... 欸 魔法陀好像沒放到 反正我也沒看到 那個...再來是... 那個...鳥群太誇張了 那個是真的會讓人不舒服 那個欸 好啦... 最終...兵器 Mega 召喚巨大的機器 來看一下喔 再來是... 他應該是... 剛剛應該是Dolfi放了那個啊 火箭跳躍 我再看一次 我剛剛沒看到喔 然後...再來是什麼 關禁章魚屋嗎 關禁章魚屋 Mega 砰... 哇...好帥喔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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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體地圖炮 好...火箭跳躍我看到了 差一點...差一點就... 一...一招滅欸 好厲害喔 呃...那個... 再來我們要放的是... 大海原來是沒有放到魔法陀嘛 躲... 我不知道...應該是躲啦 然後... Memoka已經放了全部我的招嘛 對不對 那...Memoka你就先防禦一下 因為... 不要... 扣... 對方的血 更...更快收掉全場 恩... 再來是... 海豚魔法 欸... 我剛剛是不是要放這招 我剛剛是不是一直沒放這招 所以火箭跳躍我放了幾次 關禁章魚屋 恩... 為什麼前面那麼可愛 後面整個... 那麼恐怖 章魚屋是什麼邏輯啊 等一下...魔法...魔法座看起來有點特別耶 魔法座到底是怎樣 而且他是不是還會附狀態 月之祈願 我現在腦袋有點亂喔 所以我可能同一招已經放了好幾次 你們就見諒一下 恩... 再來是... 殺戮之海豚秀 這一定超可怕的 暗中進攻 好 我覺得... 所以剛剛是... 他這個還是沒有放到啊 月之祈願 還是沒放到 防禦 然後... 他還什麼 殺戮的海豚秀 沒放到 然後... 他要放... 最後了 克拉肯 克拉肯 喔... 就觸手play嗎 你有沒有注意到30等的... 有一點點小小的可怕喔 當然還是沒有Fukami可怕喔 30等的招 你們仔細看的話 會發現他們每次都會有一個人物圖的出現 那個很像在RPG遊戲裡面 放大招的感覺 所以... 可能... 30等之後就不會再學了 我們還差什麼沒放 看一下 我記得大海猿沒放嘛 月之祈願 我忘記有沒有放耶 然後Memocha放完了 Dofi放完了 Fukami... 就剩大海猿了 就剩大海猿了 所以我再放一次月之祈願 我一直忘記他... 他到底有沒有放 月之祈願 嗯... 月之祈願 然後其他人就攻擊 喔有啦這個放了 他就月之公啦 難怪我... 分不出來 他有一些翻譯怪怪的不統一 跟風之谷一樣 好啦...繼續喔 那個...最後了 月光 綿金見澡 放了這招 不知道會不會讓我怪物彈珠抽到綿金 我...隨便啦 呵呵呵 來吧...大海猿 放得到嗎 放得到嗎 然後這邊又叫明海魔法 我...我覺得... 這個遊戲在做漢話的應該是不只一個人 我知道 一款遊戲整個漢話出來 要花費...要分很多工啊 但是光在翻譯這上面 感覺就不只一個人在做 因為同一招 會有不同的名字出來喔 好啦...這邊要存檔嗎 這邊... 反正我們招都放完了嘛 我現在比較好奇的是 不知道 33會不會在學技能 但我覺得應該是不會啦 那個30等就已經很像大招的感覺了 好...我們已經錄了9分鐘囉 我忘記要講一件事情 我們還是要不免俗說一下 大海猿與大海猿這個系列 我們要有Like 球人 只要這裡突破兩個喜歡的話 我們就很快的再推出下一集的 大海猿與大海猿 好不好...忘記講了 那我們現在把招都放完了 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我們接下來要去... 找塵耀的鑰匙 那上一集我們打完了Dolfi之後 我們直接被轟出孤獨島 但實際上我們這個島還沒逛完喔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先出這個洞穴 然後再往上走 再往上走 往上走的路我們還沒看到 不知道上面會有什麼東西喔 究竟上面會有些什麼呢? 希望不要...可怕的東西好不好 喔 真的有閃耀的鑰匙耶 閃耀的鑰匙2 這樣我們剩幾個 總共有7個對不對 欸 我們才3個而已耶 但是... 如果說 孤獨島一開始1嘛 孤獨島2 然後接下來要逛好幾個島 欸 有可能喔 有可能345就會找到囉 然後有個巨大的墓碑在這裡 孤獨的墓 好吧 看來這邊就這樣囉 那我們就先存個檔吧 竟然拿到閃耀的鑰匙了 這邊應該就沒什麼東西囉 一路走回去了 一路走回去 然後就進到下一個島 好啦 不知道下一個島會是什麼島 不過下一個島應該就比較不會這麼恐怖了吧 因為這個島給我的感覺是最陰森的喔 好啦 我們出海吧 下一個島不知道去哪裡耶 就他們有講下一個島要去哪裡嗎 這次上一集有講然後我忘記了 糟糕 糟糕了 我不知道要去哪裡耶 我們先往左邊走好了 完蛋了 他會不會... 我是迷路啦 等一下啊 忘... 我哪裡走啊 大海原... 喔 原來是這裡嗎 我有觸發對話了 該不會是黑卷嗎 喔 是Shake-san 怎麼樣了 Shake-san 沒關係 很順利的 太好了 太好了 現在我們正在巡邏 發現了一些比較在意的東西 在意的東西 嗯... 剛才 這裡周圍的海上 挑了獨... 獨殺帝國士兵的屍體 是誰殺的啊 欸?! 超級在意的啊這個 但...但是... 沒錯 雖然只有幾隻 你們也要小心一點 怎麼辦 沒事的 如果還有大家 像這樣巡邏 那個傢伙 也不會簡單的攻過來 我們只要慎重的完成 交給你的任務就好了 嗯... 嗯... 為什麼要先讓我看水 閃... 現在居住了 為什麼要講三聲閃 判明不標準 這裡... environ... 可以上來...小心一點喔 謝謝 我沒問題了 那麼...我該走了 大海源加油吧 嗯 裡面感覺要注意一下 但是,為什麼會有屍體 是洩漏了嗎? 什麼啊?傻瓜? 真是的,這不是什麼好笑的事喔 是 焦急的事你們說呢 嗯? 喔~~~ 對,剛剛遇到焦急的事,大海原沒有說 我猜啦 那要去哪裡這樣 我猜啦 焦急應該不完全是壞人 他應該是有什麼事情沒有講 讓我們知道 他應該也是幫我們的 然後 佛薩蒂爾的士兵 可能是被他殺死 那實際上怎麼樣?他可能暗中在做一些計畫 但實際上 就可能有些內幕 就他沒有辦法非常的順從泰滋帝國 但是 他事實上還是想要跟 想要阻止屠殺帝國 對 就是比較 你知道 就我沒辦法很順從我們這邊 但實際上 我還是 我還是反對敵方 那種感覺 應該是這種感覺吧 就我猜那些士兵是他殺死 那要去哪裡 這個嗎 我現在才講 我們在那邊晃來晃去我們怎麼會知道路啊 先去風車島那裡吧 風車島在哪裡 上面在上面 所以 向南前景 為什麼向南前景 那地圖真的是 上方是北嗎 知道了 嗯 不要改 我這一種 這邊也有怪物耶 不過這邊怪物是最低等的那種 我們先不要打怪我們也沒有MP了 雖然HP應該不至於危險 他說我們有放過游泳圈嗎 往下也沒放過游泳圈耶 我們來放一次給各位看觀看好了 這看起來是 最弱的怪物吧 對啊 嗯 所以我們用道具嗎 道具 北津圈 然後剩下的就攻擊吧 對 對 欸他是單體的喔 因為他 他有說是炸彈嗎 我有忘記了好久以前 好像敵人投資有點痛喔 我以為是炸彈 不用全炸彈沒有 所以他也是單體攻擊 這裡吧 風車骨 我們那邊存檔 這邊存檔 前進 這邊的感覺就好多了喔 這感覺應該不會有什麼陰森的 不知道這 這島上應該也有居民吧 風車島 不知道小心屠殺帝國的人就是 這邊應該有人吧 如此的 祥和的地方 應該會有人住吧 先往右走 不過感覺 應該閃耀的鑰匙 依照慣例的話 我們跑過兩座島 閃耀的鑰匙都是放在最上面 應該是最上面 我看到兩個寶箱 我 猜 至少會有一個寶箱 裡面是 貓戈口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有這種想法 糖果護身符 看一下是什麼 Item 糖果護身符 我會收到痛恨的一集的糖果護身符 有功能的嗎 痛恨的一集不知道什麼意思喔 那我們看一下是不是可以裝 糖果護身符 裝飾品 等一下喔它是 它是加五喔 然後 所以 是怎樣 之後會有地方會有即時攻擊嗎 不知道 需要裝這個東西 還是它那個 那個 敘述只是寫爽的 事實上沒什麼差 就是幫你加個精神符 當過鎧架 這有更 更硬嗎 加更多防禦嗎 還叫什麼 鎧 變84耶 這手椅鍵這麼厲害喔 手椅鍵的防禦還比較高耶 到底手椅鍵是怎麼當鎧架的 我到現在還是不明白 是拿好幾個手椅鍵包的身體都是手椅鍵 是這樣嗎 應該要有村民吧 好我們看一下喔 哎呀風吹的好舒服啊這座島 好像久違的來飛一下 我也是用魔法飛嗎 這功好可怕 沒有那回事喔 非常舒服的 它有可能有聚高震 真的 嗯 雖然被搶風吹到會 啊~~~ 衝 眼睛卡 嗯 往左走看到什麼東西喔 這邊感覺鹿很 哎 閃記得要死欸 閃記得要死三 這麼容易就找到了 沙斧 我看到前面有一支蝙蝠 這只蝙蝠想做什麼 喔是正在散播的扁褲 為什麼 你從孤獨島飛過來這裡的嗎 這裡的風很舒服啊 啊平時的疲勞都帶走了 你是說動不動就會有一個 不知道哪裡來的 穿著藍色帽子 藍色衣服的可愛小女孩 突然就衝過來 送你幾發攻擊 然後直接把你給殺爆 那種疲勞的幹嘛 我懂 我懂 這邊怎麼又有洞穴 就是個岩壁的感覺 感覺後面有洞穴 該不會每個島都有這種洞穴吧 不是吧 真的有洞穴耶 我們先存檔 真的假的 又是洞穴 又是蝙蝠 完全一模一樣的構造耶 為什麼 每個島都有一樣洞穴 這蝙蝠應該是一樣的吧 我們可以看看他的 是不是連血都是一樣 兩百滴血 你看我已經在孤獨島練等練到 欸 欸 剛剛那隻蝙蝠 低於兩百滴血 我剛剛說我在孤獨島練等練到我大概 可以看得出 蝙蝠的血量是兩百 但是 會不會其實蝙蝠的血量是一百九十 幾 之類的 會不會啊 就是我可能 可能我算錯了那麼一點 然後我剛剛看到他 總共打了一百九十幾的傷害 結果 結果就死了 耳罩 耳罩是裝備嗎 耳罩 我這個加了 戴上很可愛 結果這是鎧甲 邏輯100分 這個加了防禦力更多耶 我真的不太懂這個遊戲的邏輯 而且這個 雖然說 每個島都有洞穴 而且都是蝙蝠 而且那個顏色幾乎是一樣的 但是我發現這邊的地形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 我在那邊感覺 比較 比較容易迷路喔 欸 又有那個喔 在洞窟裡打發時間的人嗎 又是回復屋 我是不是又要遇到交集了 我真是知道了 又要遇到交集了對不對 這是交集吧 我真是不會再被騙了 前面是交集對吧 10G又可以把HP跟NP全滿 太划算了 10G我隨便打一隻蝙蝠就不知道拿幾倍的錢 我這邊要先存檔喔 我存在DATA13好了 然後 前面交集嘛 上一集 我得到的教訓就是交集 他被我們全部放一個技能 他都可以上狀態然後死掉 這次我要先一回合全部普攻 我要讓交集放一招 他要是真的不小心把我 把我的誰給打死了 我還是可以督長重來 好不好 我們的作戰計劃就是這樣 然後這次應該又是交集了 哇 屠殺帝國的士兵耶 啊 蛤 真的是屠殺帝國的士兵耶 欸 長得這麼可愛 結果他們超級壞的 兔兔 是屠殺帝國的 嗯 兔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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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 為什麼會在這裡 兔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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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 大海會把他們消滅吧 到底怎麼一回事啊 兔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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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六隻嗎? 六隻欸 我不知道RTG遊戲可以篩六隻敵人誒 這個 我們還是先攻擊好了 雖然我很擔心被六隻圍毆可能會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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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太脆了吧 欸 喔沒關係還有兩隻 欸你們放一點 你們放一點 普通攻擊以外的東西好不好 防禦應該是不會 那麼容易被打死啊 欸你們超弱的你們超弱的 你們跟Mokeko差不多脆 你們應該是一戳就掛的那種 欸你們做點事情好不好 好你們只會普攻嗎 我覺得他們只會普攻啊 我覺得他們只會普攻 對啊他應該只會普攻啊 好啦他們只會普攻啊 不不不不 我們跟你們玩了好不好 去死 去死去死 欸我又被騙了欸 我又被反將一軍了 這次不是交集欸 我上一集 想說是別人結果是交集 然後這次我想說是交集 結果我就是屠殺帝國的士兵 喔我超級不會猜的欸 吐 砰 一留言的就消失了 這 這是怎麼回事 對了 是交集那傢伙 他要把情報洩漏給屠殺帝國 這就不太對了吧 你們剛好看到屠殺帝國的屍體欸 不然你們覺得那是被誰殺死 這 怎麼會 肯定是這樣的吧 事實就是他也出現過 沒錯 果然要處理掉這傢伙 結界 被破壞了嗎 不 這前面除了我以外的人是進不去的 那塊石頭應該不會被破壞 是嗎 如果是這樣 為什麼石頭還會有裂縫呢 是用了什麼特別的魔法嗎 趕快去看一下吧 沒錯 能接近那塊石頭的 只有繼承父親血脈的我 不論用什麼魔法 都不可能 只要我沒有使用魔法 就不能傷害到那塊石頭 為什麼呢 好啦先存檔喔 看來我們要去修石頭囉 雖然我也不知道他有沒有壞掉 咳 來吧 究竟有沒有事 要修復石頭嗎 所以他還是有點損壞嗎 這裡也有裂痕 好 所以還是有人 靠近這裡破壞了石頭嗎 嗯 這樣就沒問題了 又有奇怪的感覺嗎 果然有種奇怪的感覺 到底是什麼感覺啊 是不是有些神經子了呢 一定要振作 你可以看到大海員握拳喔 第一次看到他在立會裡面握拳 跟他們對話一下 久等了 這裡也修好了 辛苦了 這樣就剩四處了呢 說不定下一處也有屠殺帝國的傢伙 小心些吧 沒有他們超脆的 應該不會有什麼事吧 是啊 雖然沒有最好 可能還有可怕的鯊魚 說的也是 那個傢伙 下次再見到 把他做成魚四湯啊 嗯 下次不會再讓他逃掉 他說我們已經打爆他好幾次 他還是每次都逃掉 大海員 欸 看你有點心神不靈的 沒事吧 沒事了 什麼事都沒有啊 好啦先吞到 然後 下一集 開始拍我 我還在練等 我練到3-3看看 我是覺得應該 不會再學技能了吧 但 有空的話我還是在練到3-3看一下 到底 還會不會再學招式 我猜應該是不會啊 但我還是會試試看 然後下一集我還要去 最後倒萃上面喔 看有沒有閃耀的鑰匙 等 然後這集先做到這邊啊 那我們的劇情 我們就下一集再繼續啊 好啦 那小明星的實況 就先做到這邊好了 Let's go to the episode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 按個喜歡並且分享 想繼續看他的影片 下方按個訂閱 從現在開始成為 看光罵的鼻炎 O點子 按下鈴鐺 對我們朋友有什麼意見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 可以按鈴鐺 一支鍵的螢幕 最大動力唷 怎麼樣就追蹤我的FB還有IG 好啦 我們下次再見囉 BYE MEE